新北市有一名2岁的小男童 因为新冠病毒重症死亡震惊社会 家长更控诉政府单位互踢皮球 导致错失了孩子的黄金抢救时间 而今天指挥中心公布 确诊儿童在居家照护时的 警讯表征还有送医条件 那么来看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一定要立刻赶快去就医呢 就是小朋友如果出现了抽搐 意识不清 呼吸困难 唇色发白 发紫 冒冷汗 或者是咸阳饱和度 已经低于94%等等 要赶快打119 甚至就直接的送到医院去的 那么另外有五大警讯 也要特别的注意 可能也要去准备要送医院了 包括发烧已经连续超过了48小时 那么退烧之后的活动力变得很差 还有退烧之后呼吸急促 以及持续性的呕吐或者是腹痛 甚至有超过12个小时 都没有办法进食或者是解尿 也要特别的留意 还有特别提醒家长要注意的是 是在这个婴儿的部分 就算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 但是小朋友的年龄未满三个月 而且有发烧 或者是年龄3到12个月 而且高烧到39度以上 都要收治在医院治疗观察 近日国内出现首例 儿童重症死亡个案 引发外界质疑 居家照顾中的儿童 就医指引在哪里 在外界催促下 指挥中心公布确诊儿童 在居家照顾时的警讯表征 和送医条件 一旦儿童发烧超过48小时 体温高于39度 合并发冷冒冷汗 或是退烧后活动力不佳 呼吸急促 胸门胸痛 呕吐 头痛腹痛 甚至超过12小时 没有进食或解尿 家长就要留意 必须视讯诊疗 必要时就得安排外出就医 但如果儿童出现抽搐 意识不佳 呼吸困难 唇色发白发紫 肢体冰冷 还伴随皮肤斑驳等情况 就符合紧急自行就医的条件 年纪比较小的小孩子 他的症状就会比较严重 而且比较多样化 预见可能会有一些 疾病的发生之前的征兆 先提醒家长必须要去注意 就会避免后面比较严重的 我们担心的中症跟重症出现 至于无症状 轻症的儿童 也有分流收治的标准 只要未满三个月 有发烧 或三到十二个月 高烧超过39度 或是有进行协议透析者 都收治在医院 其余的儿童 只要符合居家照护条件 都一律采居家照护 无症状或轻症的确诊者 虽然说不符合居家照护的 健康条件 但是如果他的本人 或者是他的父母 或法定代理人 就小朋友的部分 就是还是很坚持 那我们是开放做 经医疗人员评估之后 还是可以决定采取 不少家长也担心 要是家中孩童染疫 能否先准备药物预防呢 指挥中心强调 其实儿童染疫的症状 主要有咳嗽 流鼻水 喉咙痛和发烧 跟一般感冒症状类似 家中如果有常被感冒药 可以先备着 也可以透过视讯看诊 医师会依据医嘱 开离药物送到家 记者最后报道